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昨晚大約九點半 在旺角發生了一宗 藍絲疑似遇上絲鳥的事件 到底是甚麼事 事發的地點是位於登打市街和彌敦道的交界 事緣有一名身穿黑衣白褲的短髮中年男人 站在十字路口的樹 向著身穿黑衣的示威者大喊了一句 打你老母臭X 這是粗口字 當然就惹起了市民的憤怒 說事前那時快 有一名黑衣示威者 立即走回頭 一袋東西扔向一名藍絲中年的頭部 與此同時 另一名黑衣示威者 就馬上拿起這個雨傘 向他的頭部 不斷掃 這名藍絲不甘示弱 竟然走去追打黑衣人 然後就從四方八面走出了另外兩名黑衣人士 對他的頭部進行嘟嘟嘟的動作 這名藍絲似乎是不敵 在地上的雪 最後有一名人士 寶美都 一腳伸進去 然後就鳥獸山 急救員馬上趕到現場 為這名頭破血流的藍絲 進行急救 以上 發生了一昨晚的 撕鳥事件 接著就說另一件事 關於立場新聞的記者 在採訪期間 遭到警察的針對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昨天就有團體在中環一帶舉行集會 立場新聞的記者就去到高等法院的外邊 進行採訪 在採訪期間就遭到十多名的防暴警察包圍 要求他出示身份證作出調查 在這個截查期間 一名的防暴警察 就用這一名記者的身份證去阻擋記者鏡頭 當記者鏡頭向上下左右方向移動的時候 果日明的警員繼續把記者的身份證 朝著同一個方向上下左右 來阻擋鏡頭 導致該名記者身份證上的資料 在鏡頭前面是清晰可見的 這些就是完全失職的行為 而且是小學雞到爆 這麼無聊 作為一個紀律部隊在執勤的期間 你不要忘記你是在授身 你是納稅人給你錢去執勤 你可不可以專業一點 不要這麼低能 小學生也不會玩這麼低B的東西 而且你還明知固犯 其實就是重覆 在去年12月的時候 在大埔超級城門外 有一名立場新聞的記者 同樣也是遭受到這一種對待 是不是你知道他是立場新聞的記者 故此你就要將他的身份證 故意在鏡頭前面展示出來 令到他的資料曝光 是不是要侵害他的私隱 到底你想怎樣 這個行為的目的是什麼 阻擋鏡頭有很多方法 我不管你阻擋鏡頭是否正確 我不論你阻擋鏡頭是否正確 你阻擋他要用手擋 為什麼要用別人的身份證去擋 是不是白癡 已經有前居之鑑 我完全沒有吸取到教訓 希望私隱專員公司在這次的事件上 再次作出主動調查 跟上次的事件其實是一樣的 就要查一下到底這名涉事的警員 有沒有明知故犯 有沒有違反法例 這些是非常離譜的 為什麼要將人的身份證展示出來 接下來這一名的記者 就開啟手機進行直播 可能剛才這一段 只是錄的 就沒有直播 好了 後來就有警員 在直播的期間 就想意圖搶了記者的手機 而在搶奪的過程當中 這一名記者的手機屏幕 遭到警察的毀壞 即是弄壞了別人的鏡頭 繼而那名警察又大喊 沒有人搶你手機 這些根本上就是離譜 如果連許智峰議員在立法會 搶了那名EO的手機 都可以判處 社會服務令的時候 這件事是不是又要查一查他 到底有沒有人是違規 人家在做直播關你鬼事嗎 有什麼好搶呢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 你截查他 你又不是違法的行為 你怕什麼被人拍 純粹就是擺官威 純粹就是顯示自己特權階級 不准被人拍 有什麼問題 拍就拍 這件事真是多餘的 好了 這個《立場新聞》的記者 就走開了 然後 他再回頭 接反再採訪的時候 在同一個位置 又被那幫警察來折查 有警察就斥責他 你的記者 沒有帶到記者 正在身上 這個《立場新聞》的記者就拼了他 一直都在心口 就掛了 你看不到而已 這些顯然就是無理取鬧 然後那些警察繼續大肆批評《立場新聞》的記者 怎麼說呢 就說上一次就是警方試過這樣的情況之下 顯示了你的身份證上雲端 然後又說警方把你的資料放上大氣電波 那怎麼辦呢 知不知道什麼叫保障私隱 記者先生明白嗎 到時拍到你的私隱 你又說放上網 即是無理取鬧之極 你擺明是刁難的記者 你是惡人先告狀 你不擺身份證在記者的鏡頭前面 怎麼會是播出街 你根本是賊喊觸賊 多鬼魚 你不擺先 人家怎麼會拍到 記者的天職就是要開著鏡頭 不是走去現場做什麼 走去襯虛 真是愚蠢 唉 接著政府怎麼回應昨天的集會呢 又是愚蠢 他怎麼說呢 第一句就說 由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 是基本法定下的最終目標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 特區政府一直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 的相關解釋和決定來推動政制發展 這個就是在這裡放狗屁 你經常強調這個所謂一人一票 實情一個普及而平等的選舉 不只是說一人一票 還要是沒有篩選 現在你有沒有保障到市民的被選居權 即是參選權 為什麼要無厘頭無宗生有 在法律制度以外 建立一個所謂確認書的制度 就叫那些候選人宣誓 效忠基本法 效忠不要緊 到底為什麼這些低級的政務官 也就是所謂 民政事務專員 也稱選舉主任 在這個選舉過程當中就是 為什麼他會有權作出這些決定 是去將一個候選人的資格 disqualify 是你將候選人的資格DQ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當那個候選人僥倖入閘以後 竟然得到選民的支持 認可 足夠的票數當選立法會議員 又可以通過一個隨意的機制 去DQ 即是將一個民意代表 選了出來的你都可以將他取消資格 那這些是什麼制度 你這件事是沒有保障的 繼而的就是 你這個先講行政長官選舉 基本法裡面其實第45條就寫明 要有一個 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按民主程序提名之後 就普選產生 到底你這個 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是怎麼產生的 你是不是想由現時這個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去過渡呢 如果是的話 就是一個有篩選的普選 是不是 先由1200人選完之後才到你選 那你怎麼產生這個提位會 是不是 是不是由市民普選產生的提位 還是怎樣 你有沒有拿出來談 如果你只是說1200人 這個多餘的 大家看看1200人的選委 只是說第四界別 其實他分了四個界別 每個界別有300人 第四界別就是政界 政界就包括了什麼人呢 鄉議局代表 人大代表 政協代表 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 大哥 你有一些是沒有民意基礎的 是不是 鄉議局的民意基礎有多強大 都上算叫做有村代表選舉都算了 你人大代表和政協代表 你不要搞笑 這幫人 那裡 這兩兜人已經佔了87人 好了說一下這個第三界別 300人當中 有五分之一 即是60席 就是漁龍界的 大哥 選條毛 是不是 你如果要求 一個普及而平等的選舉 不只是說一人一票 既然基本法有一個提委會存在 要不就修改基本法 查了這個提委會 或者就是把這個提委會虛名化 總之你怎麼做都好 一定就不能夠 那些1200人 過度變成提名委員會 還有60席就是宗教界 我想問如果無宗教的市民 無宗教佔大多數 你要不要弄個無宗教界別 你這個界別的組成 全部都不合理 好了說到這個立法會 一人一票 我想問一人一票是不是所有立法會的70席 全體的議員都是由地方直選來產生 有沒有廢除功能界別 如果沒有的 就不是一人一票 就變成一人兩票 現在一人兩票票值是不對等的 是不是 大家在地區直選過一票就對等了 35席 另外35席功能界別 為什麼有300多萬人 集中在區議會 闊湖第二的界別 300多萬人就選五個位 另外那些 十幾二十人就選過 已經選過議員 已經 只是說商界缺湖第一才算 他的選民登記資格是甚麼呢 就是在總商會大會上 有表決權的 會員 難怪每一屆都是他自動當選 根本就沒辦法跟他競爭 商界缺湖第二又怎樣 就是有權在香港中華總商會大會上表決的會員 即是你自己協商了一個人出來 那個就已經是內定的 選舉結果 根本沒有其他人有能力跟你去作出競爭 再比如說這個漁農界才算 他就是有些人是組織票 有些人是個人票 個人票又怎樣呢 就是某些漁會或者農會的團體裡面的成員 這個是個人票 如果有些是團體票又怎樣呢 比如說香港仔漁民聯儀會 長洲漁業聯合會 坑口農木業協會 總共有幾個會 計算起來才只有74個會 你說選什麼呢 這幾十人他自己就已經 可以是選出一個漁農界的代表 但是其他人就三百多萬人 才選出五個議席出來 這些就是不對等 麻煩你收檔 只是懂得強調的所謂一人一票 一人一票不是代表民主的 你魔鬼就在細節當中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